朱雅虎认罪确定的话 那我相信的一关一干的相干人等 大家都冲的蛋 相关的人指的就是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 台北市议员洪建议连日警咬 蔡碧如有没有收到北市前兵役局长朱雅虎的陈情信 如今朱雅虎涉入金华城案遭积压禁建 让洪建议更加笃定 对外说清楚 到底你跟威京集团的朱雅虎 以及威京集团这件事情 从392到560这当中 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坦白从关 洪建议的指责 我想他是无地放食乱破脏 所以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真的没关系吗 洪建议日前就秀出2017年 朱雅虎就曾为金华城案手写信要打通关 交给蔡姐疑似就是指 时任市府顾问蔡碧如 且蔡碧如还下手遇帮忙开协调会 因为这个手遇的事情 包含他写诚信息给你的事情 那代表你们两个的交情蛮深厚的 甚至于他还会告诉你市议会的八卦 有可能是下一波被调查的对象 是2020年3月以后的事情 我2019年我就离开台北市政府了 蔡碧如不断用时间点自清 但洪建议认为这只是转移焦点 容积率变更是一连贯的 柯文哲也完全知情 告洪建议我就已经提告了会告到底 蔡姐 这才是我认识的写低词 怕人的话救人 那这种戏码其实在政治界常常会发生 笑到你告我为止 有无犯罪事实 仍有待司法釐清 但比起隔空各执一词 洪建议更期待向法庭当面对之 东森新闻集中心综合报导